今天我們來做杏仁補片 首先我們要把我們的蛋白放到我們的碗裡 然後稍微擋一下 它現在是透明的狀態 如果打一打它會變有點乳白色的這個樣子 這時候我們就把我們的糖洗下去打 再來這個是融化的奶油 最後這個是麵粉 低筋麵粉 杏仁補片真的很容易做 真的不用到外面燒起市場去買 它還買得蠻貴的 最後這個是我們的杏仁 杏仁片 它最好是不要太薄 所以這個放下去以後 我們就把這個杏仁也倒下去 現在這個時候呢 就不要這樣打的 我們就用我們的這支橡皮刮刀 把它 攪拌均勻 把它從旁邊往中間打 讓它每一片杏仁片上都能有這個面 好 準備工作就這樣 很簡單吧 那難得在後頭 這個好吃的東西呢 難得在後頭 那之所以讓它薄又要漂亮呢 你又 然後 不味堅心的 用手指頭 就把它剝開 家裡有生命菌的這個時候 就來幫忙最好了 手指頭 把它 剝開 越薄它就越酥脆 你這個要蠻久的喔 所以每家如果有小孩子呢 可以把它抓來 當生命菌 幫你 剝這個杏仁片 把它剝得多一點 這樣做起來才會漂亮 很漂亮 然後又不會都是面弧的樣子 那你不可以太大塊 你要是太大塊呢 它就是外面烤 黑了中間還沒有熟 所以盡量讓它跟巴掌 這個巴掌這邊差不多大 把它 用手指頭把它弄平一點 越薄就越好吃 越脆 然後不要超過手掌 這邊 這個手掌這個巴掌這邊的大小 好 好 那我們把這邊通通弄完以後 那烤箱現在預熱325度 好 等一下再回來看 好 我們剛剛用手指頭 我家裡所有的生命菌都找來了 我把 這個把它弄得很薄了 你看它是 一片一片 就是幾乎只有一片 沒有中疊的喔 那我們現在進去烤箱320度 烤約10分鐘 然後我們掉頭 再烤了2到3分鐘 那它這樣應該就是差不多 就是我們要的那種顏色 那 因為我的烤箱子有效果 它比較難 所以比較難控制 所以呢 我就這邊有大膜片 這樣可以保護它底下不會焦掉 好 那我們等看完出來 我們再來看 那鐘剛掉了 我們去看一下 我們的杏仁膜片現在走什麼樣子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現在這個時候呢 你讓它 稍微量一下 然後呢 你用這個鏟子把它鏟起來 我喜歡我的薄皮是平平一片 這樣我可以比較容易放在盒子裡面 讓它給它量一下 那我們等一兩分鐘以後 它稍微硬一點以後 我們再回來把它鏟到我們的空心架上面 我們等一下再回來 它已經量了一下下了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 一到我們空心架上放涼 它很燙 它很燙 兩個大概半個小時了 這塊已經被人家偷吃完了 媽媽走過去了就說 啊這樣做了 拿杏仁膜片 馬上就走了 OK 那是這一片嗎 一起 很香 很香 這個做起來好簡單 我們大家一定要在家裡試試看 一定小朋友一起做 讓他們來幫你把杏仁片分開 好 今天謝謝大家的觀賞 我是Bella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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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